来看到受到疫情影响 不少人在家会使用血氧机 要来监测自身的状况 但根据美国的最新研究 血氧机对亚裔非裔等新冠病患来说 测量的结果不如对白人病患准确 可能因此导致医疗隐恶 一个夹子夹住手指指尖 是脉搏血氧机透过远红外线检测血氧浓度 是居家疗养的新冠患者不可缺少的救命物资 但根据美国的最新研究发现 血氧机对亚裔非裔等有色人种来说 可能会出现不准确的测量结果 研究找来1200名患者 分别利用血氧机和更精确的血液测试 来检查血氧浓度 结果有30%的亚裔非裔和西班牙裔患者 虽然血氧机显示正常 但血液测试却显示血氧浓度低 而白人只有17%出现这种情况 研究人员认为 尽管血氧浓度低到应该要就医的程度 但因血氧机测试有误 就有可能会被诊断为不及导致延误就医 医生指出皮肤色素里的黑色素 可能是造成血氧测量不准的原因 由于黑色素会吸收光 黑色素多就会高估氧气含量 因此肤色较黑的病人测出来的血氧量也会比较高 也表示若血氧机数值正常 但患者人出现缺氧的症状 也建议尽速就医 接着综合报道